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們覺得不危險 雖然說它這些長城的 非常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不過它如果真的要打 最近的就是打南韓 今年之中唯一一個確定 絕對會有變局的 就是在南韓半島 新冷戰的局勢會出現 其實你很多時候遇到的困難 並不是你實力夠不夠 我們公司拿了很多稿子 去跟日本出版社扣我們應徵 他們其實都不太願意看 花很多時間證明給他們看 我不會脫稿 才能讓他們放棄 週一到週三 晚上11點鐘 世界這樣說 多謝